田野落霞 刘少堂 1. 入夜了午夜的原野宁静下来,但是起了微微的风,代理区委书记刘秋火已经关上门,在屋里走了一个钟头。 这时他猛地收住脚,推开了窗户,探出头去,只见那白玉盘式的圆月,慢悠悠地从东南天角的山根下升起来,高高的夜空,几颗银亮银亮的星子,像是从水里刚捞出来似的,闪动和冰冷。 他解开制服上针的钮扣,一股夜风猛地直冲进他的胸膛,他激淋淋打了个冷战,长长地吐了口气,像是把满腹的游雨呼了出来。 他没有关上窗户,扭过身来,把办公桌上的门油灯点着了,轻油油的灯光照在他那苍白的脸上,照见他那深陷的像笼罩着一层烟雾似的大眼睛。 两条漂亮的黑眉毛愁苦地紧坐在一起,嘴巴死死地闭着,风吹进屋来,他那投影在白墙上的轻瘦的身影,就像一棵小白杨树在夜风里摇曳。 刘秋果又颓然地坐在藤椅上,两手抱着头,扶在桌上轰昏茫茫的思索起来,窗外晃动着几个歪歪扭扭的身影,有嘀嘀的嘻笑的声音。 这回就要分出公母来了,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刘秋果激怒得一排桌子,豁得跳起来,那几个老油条赶紧溜了,于是他重又闭上窗,把灯面暗了,继续走着走着。 他对副书记高金海的荣人已经够了,正月新春,社会主义大风暴席卷整个运河平原,区委书记于山松被叫任县委副书记。 意想不到的,刘秋果被派做代理区委书记,同时还仍然监管拖拉机站,当时只讲定代理三个月,但是现在已经超过一个多月了,却没有听说派人而撤区的消息已经传来。 副书记高金海为这个职位已经钻营很久,他的老上级副县长张正武也替他四处奔走,但是在县委书记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刘秋果从到任的第一天起,嫉妒和暗斗就包围了他。 高金海拉拢了一批老油条,专挑刘秋果的毛病,专给刘秋果小鞋穿。 比如,刘秋果喜欢深夜读书,他们就提出要节约行政开支,逼得刘秋果只好自动提出,他的用油由他自己买。 刘秋果还刮脸,衣服常换洗。 脚下穿的是皮鞋,又因为曾经得过泪膜炎,他把区委会办公室的一把藤椅搬到屋里用,屋里又挂了一张油画,于是他们便四处扬言道,说刘秋果享受,生活很不刻苦。 刘秋果不喜欢拿父母老婆开玩笑,又常劝别人多读读书,于是他们便说刘秋果百知识分子臭架子,鼓励教条主义风气。 刘秋果的爱人是读过高中的城市姑娘,在拖拉基站任秘书,两个人常常在太阳落山玩下燃起的时候,到田野和河边去散步,小夫妻相依相靠,非常亲热,于是他们就散步谣言,刘秋果阴阳两面,外表上是无产阶级面孔,骨子里却完全是肮脏的小资产阶级情感。 刘秋果忍受着这些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默默地不说一句必谣和辩驳的话,但是在工作里他不肯让一步,于是他跟高金海的关系就一天天更加恶化了。 今天,高金海所闯的货成为了一根导火索,他们的争吵总爆发了。 高金海以地位机关报特约通讯员的资格写了一篇完全是克里空的通讯,他把自己负责的沿河以带村庄的打井数目字提高了50%,大肆吹嘘自己,并且暗暗讽刺刘秋果是个小脚女人,老牛货车。 由于害怕编辑部会下乡调查,他便骑着自行车去四处督针,只是白杜黎树村却只打了三眼睛。 连计划数字的20%都没达到,白杜黎树村的老头反对打井,他们说,从他们落生到现在,六七十年只见过烙,没见过海。 白杜黎树村的土地躺在运河母亲的怀抱里,乃总是吃不完的。 高金海暴跳如雷,硬拉着社主任,喊来几个打井老板时,狠狠地训斥一顿以后,便到田野上去勘察。 这几个老头,一面是对打井心怀不满,一面也是因为地脉和位置都不合适,从黎明一直溜到太阳升起来,也没确定一个地方。 高金海提坏了,便亲自在田野上按照灌改区划分配置起来,到晌午,二十严谨的位置都确定了。 灯笼火把,披星带月的,第二天棒赏就挖成三眼,但井壁却沙沙作响,高金海心里发慌了,便又把那些老头叫来。 这些老头看了两眼,摇头说一定得他。 高金海不信,叫他们腰上拴了一根绳子,强迫他们下井,只听轰隆一声,三眼睛全塌了,大家赶紧撤绳子。 其中一个老头因为抢救稍晚,腿被凿短。 刘秋果听这个消息,马上赶到现场,令令立刻送到县医院,让高金海跟他回区尾,于是他们爆发了一场空前的争吵。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我为革命流过血,拼过脑袋,你不过就是一张农业机械化学院毕业的文凭。 我入党的时候,你还在喊蒋大总统万岁。 高金海一脚踢开门,冲了出去,跨上自行车就跑了。 刘秋果没去追赶他,他关着门在屋里躲着,苦恼地思索着所发生的一切,同时等候现医院的电话。 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猛地叮铃铃响起来,刘秋果一阵心惊肉跳,他抄起听筒,呼吸得很紧促。 你是秋果吗? 一个清脆悦耳的女人的声音。 啊,月音是你? 刘秋果长出一口气,这电话是他爱人从六里外的拖拉机站打来的。 你不是说今晚回家吗? 怎么还不回来? 月音娇称地责问道。 明晚回去吧。 今晚要复习俄文,这是你规定的制度呀。 月音很不高兴地说。 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不能回去了。 什么重要的事? 一件很惨痛,很头疼的事。 如果不需要保密的话,你跟我谈谈。 我,刘秋果一拧眉头,咬了咬牙,我得去找高金海,在他冷静地谈一谈。 说完,他把听筒挂上了,刘秋果的手还没有收回来,电话铃又紧皱地响了。 是刘书记吗? 一个哭哭泣泣的女孩子的声音。 小杨大夫吗? 这小杨大夫是去卫生所的医生,刚从医事学院毕业一年。 刘秋果派他护送白杜离村的那老头去县医院。 那老头情况怎么样? 刘秋果急不可待地问道。 刘书记,结枝了。 听筒里传来小杨大夫的哭声。 什么? 刘秋果大叫一声,一定要保住他的腿,请你们院长接电话。 是院长亲自动的手术。 小杨大夫痛哭地说。 院长说他已经竭尽全力,但是只能抱住一条腿。 唉,这刘秋果就像被割下一条子肉。 他把听筒一扔,抱头躺在腾椅上。 刘书记,刘书记,喂,喂。 小杨大夫在电话筒里嘶哑地呼喊。 刘秋果疯得似的跳起来,他没挂上那一声声呼唤的电话,冲出门。 骑上车到百丈西村高津海的家去。 这时已经是夜晚十点钟。 二。 五月的夜晚是温暖的,又是冰凉的。 刘秋果骑着自行车沿着运河河畔的小路奔跑,耐着一股微微鱼兴气的河风,柔软地吹拂着它。 果园里的苹果花开了,月光照着,像是石冬腊月凝聚枝头的残雪,发散着冰冷的清香味。 月夜是朦胖的,村庄和树林似见不见,夜风在田野上像是一对对情人在滴滴细雨,没有别的声音。 残春的夜晚是那么田净、安逸。 刘秋果在百丈西村头停下了,他站在一棵白杜梨树下,呼吸了一口杜梨树花那酸甜酸甜的香气。 前面就是高军海的家,熟街边的梨发和柴门闪闪发亮,屋里黑洞洞的没有声紧,只有天井鸭圈里的二十几只鸭子耐不住夜寒,家家的拥挤着叫了两声。 一团团的白色在窝里蠕动着。 刘秋果只来过三五次,那是为了调节他们夫妇间的吵架而来的,但是他以后坚决不肯再给他们做调停人了。 高军海那疑神疑鬼的眼色和高军海老婆杨红桃那犹豫和火热的一双眼睛都是他很不自在。 他把砰砰跳动的心震惊下来。 看了看腕上的表,十点四十了,他沉溺了很久才下定决心叫门,谁呀? 一个声音被为沙哑的女人在屋里问道,大嫂,惊重你了,老高在家吗? 那女人没有答话,只听屋门吱鸦一响,她已经走到院里。 刘秋果简直后悔自己的莽撞到来,现在想走也走不脱了。 门开了,杨红桃惊喜地叫了一声,刘书记,是你呀? 老高回来没有? 刘秋果尴尬地问道,外面挺凉的,进屋来吧。 杨红桃笑嘻嘻地说,大嫂,没什么事,我只是问。 但是杨红桃把他的自行车抢过来搬进门槛里。 刘秋果只好硬着头皮跟在他后面。 杨红桃插上门,就一直奔向屋里,点下了灯。 刘秋果的心全凉了,高军海一定没在家,进屋来暖暖吧。 杨红桃向他招手。 老高回来没有? 刘秋果站在院子里一动不动。 你看你,难道他不在家,你就不能带我这坐一坐吗? 杨红桃不高兴地说,刘秋果又只得走出屋来。 昏暗的灯光里,杨红桃披散着长长的头发,穿着紧身小红夹袄给他欺查。 大嫂,我不渴。 那我给你做点饭吃? 不,我吃过了。 刘秋果坐在抗炎上,就像屁股下坐着一堆鸡里狗子,一副愁眉苦脸无可奈何的样子。 哦,你还封建呢。 杨红桃突然怪嘴地飘了一眼,刘秋果。 但忍不住又扑车笑了。 从抗日战争八路军游击队到运河起,这间屋子不知道招待过多少咱们的人。 十几年,不说上万也得有几千吧。 我没想到什么不方便,习惯了。 哦,刘秋果好像轻松了一些。 我是来找老高的。 我知道你不是来找我的。 杨红桃俏皮地开了个玩笑,但马上就严肃起来。 出什么事了吧? 是啊,老高他喘了祸,我们俩又朝了嘴。 是不是在白尔黎树村打井,砸断了一个老头的腿。 杨红桃拢了弄滑到眼前的头发问道,就是。 刘秋果号算得站起来。 可是老高却死不认错,我得去找他。 不用瞎跑道,你找不着他的。 杨红桃忽然冷冷地说。 怎么? 他躲到一个安乐窝里去了。 那,那我就到那里去找他。 刘秋果固执地说。 不要去。 杨红桃张开胳膊拦住刘秋果。 这是怎么回事? 刘秋果迷茫地望着杨红桃那一阵阵泛红的脸。 你今晚住下吧,我想跟你谈谈。 杨红桃的声音突然变得那么遥远、微弱, 像是一个口干舌燥,全身无力的夜行人,向人求援的声音。 不行,我得回去。 刘秋果吓得连连摇手。 我可没有什么坏念头。 杨红桃暴怒地叫了起来,那张美丽的脸像白菜叶子似的清白。 论年岁,我是你老大姐,我知道自己的身份。 论觉悟,我是十二年党龄的党员,我知道党的纪律。 可是你这个区委书记,为什么就这样爱胡思乱想? 为什么不想听听一个多灾多难的党员的执行话? 刘秋果被问得张口结舌,他搓着手又坐下来。 娜娜地说,我是怕老高。 他算什么东西? 杨红桃破口骂的,高破鞋钻狗动的坏蛋。 你这话,咱还是平心静气地谈吧。 杨红桃脸色一阵微红,惭愧地笑了。 我是个急性子,从小人家就管我叫山喜鹊,出了嫁,人家又管我叫野媳妇。 可是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很远很远以前的事了。 他忽然闭住了嘴,凄惨的眼光头像挂在墙壁上的一张照片上。 刘秋果的眼睛追随着望去,那是一座鹦鹉的游击队员的放大相片,镶着一个雕花的近况。 他是谁? 刘秋果轻声地问道,我那个厮贵男人。 杨红桃悲伤地长叹了口气。 我的第一个男人不是高清海,那时候谁瞧得上他? 我的男人是黑脸包龙板司令手下的骑兵连长,在越阁舍一带雷一样地响呢。 杨红桃说到这里止住了,他是在压下心头的激动。 他是一九四五年死的。 杨红桃再一次深情地忘了那墙上的照片一眼。 沉思着接着说下去,包司令让国民党给谋杀了。 我那个死鬼闹个人行动独自藏着江进城去刺杀贾谈办的国民党专员, 只打死了两个卫兵,他被抓住了。 砸在城里的十字街头,到今天我进城都不敢从那里走。 后来呢,就跟老高结了婚。 刘秋果长嘴问道,我守了五年寡。 杨红桃摇摇头说,贫荒马乱的年头我也没想过要改嫁。 就像替我那死鬼战斗似的,我没告诉你。 我担任过了几年的党支部书记呢,知道。 刘秋果点点头,我很为你关在家里晚夕呢。 我后会嫁给高金海。 摇红桃咬着他那洁白的牙齿。 现在的县委第一副书记陆寒江,过去是我那死鬼骑兵连的指导员。 后来他在这一代领导护地斗争,我们常在一块儿,他喜欢过我。 不过我因为他总批判我那死鬼无组织无纪律,不应该采取什么个人英雄主义的恐怖行动。 我就讨厌他,对他挺冷冰,就这么拉倒了。 到1952年,我得罪了那时候的区委书记张振武,被撤销了党支部书记职务。 我有缘没出诉,就行贵一揽了。 这个我倒没听说。 刘秋果吸了一口气,现在张振武已经是副县长了,可是我至今也不服罪,他是公报私仇。 杨洪桃的眼眶里满是泪花,张振武到我们白张熙来总是在旧铺包饭。 不把饭拍到各家去,我娘这个老太太也是共产党员,就看不上眼,跑去骗他而说请他吃饺子,他高高兴兴就来了。 可是一进门,却是炒豆腐渣,他火了,说是故意耍笑他。 我娘也急了,就骂他,刚打下江山就忘了本。 共产党员要都像他这样,拙命就会跟闯王进京一样下场,做十八天皇帝,就得垮台。 问得他说不出话,只好闷着头吃了半碗,抓紧了帽子又到九府去了。 后来我又常常反对他那种官老爷架子,他对我们娘俩算记恨在心里了。 鸡蛋里挑骨头,专找我的毛病,因为我坚决不同意,强迫争够我们村的渔船,跟他大吵了一回。 他说我是破坏党的决议,一声令下就把我的党职部书记,职务给撤了。 这不合法呀。 刘秋果愤慨地说,你应该向上级党委申诉。 我气病了,整整病了一个春天。 杨洪桃无限悲酸地说,我娘产生了退坡思想,也影响了我,生活又挺困难。 这时候高晶海来了,他原是我死鬼骑兵连的牌掌,在我们家躲过扫荡养过伤,吃过住过,现在回来当区委副书记。 见着熟人,该多亲啊。 他还给我还了要账,又跟我献殷勤,我一时糊涂,心就冻了。 我娘不同意,可是我没听他的话,就这样嫁给了高晶海。 你看,一个人离开了党。 杨洪桃低下头,抹了两把眼泪,又掏出手帕擦干流出的鼻涕。 刘秋果激动地站起来,拱着腰在屋里走着。 高晶海本想玩腻了就散伙的,因为我跟他拼命,他才不得不娶了我。 于是他又嫌我不能养孩子,又嫌我什么性格不温柔。 我不受他欺误,就跟他吵。 他索性不再回家来,偷偷在外边搞破邪。 后来被于山松同志知道了,狠狠地整了他一顿。 他才不敢再闹,可是仍然不回家住,也不给家里钱。 我娘病倒在炕上,因为没钱吃药,又气又恨,就眼瞧着死了。 杨洪桃说着说着,气不成声。 别难过,别难过,会好起来的。 刘秋果无力地安慰着。 我一个人劳动,一个人吃饭,跟他已经没关系了。 杨洪桃又悲怯地说下去,合作话大风暴来了,人们已经忘了我,我没有出头露面。 就这么孤苦伶仃地过日子。 可是高金海等于山松同志走后,就向野狗解开了链子,又找了拼头。 我怎么不知道? 刘秋果又大吃了一惊。 漆里有一批高金海的心腹,他们会遮盖你的眼睛,他们因为你资格浅,和我欺误你。 就我听高金海说过。 杨洪桃愤恨地说,今晚高金海一定是到青柳村去了,住在他的拼头家里,是个富农的女儿,才十八岁,可是他已经三十六岁了呀。 这算什么人? 你说,我应该不应该跟他离婚呢? 杨洪桃恳切地问道。 这? 刘秋果一时手忙脚乱了,马上回不出话。 比如,我是你的姐姐,你该怎么说呢? 杨洪桃哀怨地忧伤地望着刘秋果。 我支持你。 刘秋果猛地感到自己这种怕责任的态度真可耻,于是坚定地回答这个无限信赖自己的女人。 人们会不会把我看作是坏女人呢? 杨洪桃羞怒地低下头说。 死了丈夫,嫁了人,嫁了人又离婚,离了婚,我还想找到真心实意的人。 不会的,不会的。 你为什么也有这种封建思想呢? 哎,你不懂得做女人的苦处,女人要比男人想得多,也难得多呀。 杨洪桃,炸动着她那长长的眼毛。 眼泪忍不住速速流下来。 窗外一颗流星歪歪扭扭地滑下来。 河流轻轻地撞击地走下的河岸,隔岸的村庄,一只熊鸡叫了全运河滩的第一声。 杨大姐,刘秋果的眼睛闪闪发光,望着这个不幸的女人那惨白的脸。 你应该坚强起来,拿出你过去的气货,不要让人们忘了你,你受的冤屈,咱会弄明白的。 谢谢你,你睡吧,真对不住,跟你乱扯了半夜。 杨洪桃抱歉地苦笑了笑,哽咽地说了一声。 你到哪儿去? 刘秋果问道。 我到那屋去睡,刘秋果关上了门,吹熄了灯,月光流泄进来,他不能入睡。 杨洪桃靠着熟着篱笆,迷蒙地望着月亮下闪闪发亮的河流,朦胧的田野。 听得一只丧偶的不古鸟那凄厉的哀体,忽然一股悲酸疼遍全身。 他双手捧着脸,肩膀一抽一缩的,他无声地哭了起来。 三 黎明前,月亮转过运河西岸的树林背后去了。 原野浓黑起来,闪闪发亮的河流已经模糊不清,只听见那轻轻的喧闹的声音。 树林像一个个挺立不动的黑影,猛的一个轻亮婉转的提叫,呼唤黎明的雀儿从天空掠过。 杨洪桃抬起头,朝霞从东山脚下的深谷里燃烧起来了。 杨洪桃舒展了一下酸痛的身体,长长地吐了一口胸头的闷气,然后轻轻地走下屋檐,刘秋府还睡得很前。 他怕惊动他,捏手捏脚地挑起水桶,慢慢地抬开柴门,快步到河边去了。 他走下运河高岸,脱了鞋,挽起裤腿,躺进潺潺坐响的河流里,一股电流似的寒冷刺疼他的皮肤。 通便全身,他哆哆嗦嗦地打了个冷战,然后弯下腰,吸吸脸,他吸着气,困顿,完全消失了。 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抖岸上一个发P的声音问道。 杨洪桃扬起脸,抖岸的老龙腰河流下,站着高青海,他挤满桶,上了岸,盯着那满是岩屎布满血丝的眼睛问道。 你昨晚到哪放浪去了? 我住在区里了。 高青海打了个大哈欠,伸了个长长的懒腰。 瞎说。 杨洪桃喝道,刘秋果同志深夜来找你。 说你跟他吵了架,一赌气走了,你怎么会住在区里? 高青海惊吓得揉揉眼,惊急迫地问道。 告诉我,他都跟你调查了些什么,快说。 你去问他吧,他就在家里。 杨洪桃冷冷地说。 怎么,你留他住下了? 高青海朝后跳了一步,上下打量的杨洪桃。 这有什么? 人家黑灯瞎火地来找你扑了个空,能让人呛着叶寒回去吗? 杨洪桃镇静地瞪着他。 他住在哪屋? 高青海又抢到杨洪桃面前,嘴里喷着发臭的酒气。 火难屋。 杨洪桃理直戏壮地回答。 你呢? 我没睡。 胡说,是你勾引他占我的炕头来了。 高青海撒腿就笨家里跑。 站住,不许你胡闹。 杨洪桃扔下水桶,含嚷着跟在后面。 高青海已经跑进院里,他反手把柴门抬上了,一直闯进屋里。 刘秋果被脚步声惊醒,从炕上忙坐起来。 一见高青海那丧门神的样子,也有些发狂。 打扰你的好梦。 高青海咬得牙齿咯咯响。 我是来找你的,你跑到哪儿去了? 刘秋果压住心跳,硬使自己镇静下来。 找我来了? 高青海恶狠狠地一声冷笑,可找到我老婆的被窝里来了。 这叫什么话? 刘秋果血涌上脸。 你说这话难道不害羞? 你侮辱了同志,也侮辱了你自己。 是你侮辱了我? 高青海呲哑地喊道,你给我戴上这顶绿帽子,我还有什么脸见人? 你欺人太深了。 你看着我的眼睛,刘秋果跳下炕,面对着高青海。 不许动手。 夜里扑通一声,杨红桃从篱笆上跳进来。 你看你还像个共产党员吗? 杨红桃指着高青海的鼻子,厉声地数了道,摇摇晃晃满嘴的烧酒味。 回到家又不问青红皂白,瞒不讲理的大吵大闹。 让乡亲们听见,你还顾不顾影响,你不用拿这套大原则遮羞脸。 你们穿一条裤子,早别好吗哄我的话。 高青海呲着牙跳着脚喊。 老高,希望你冷静一点。 刘秋果憋着满肚子火说道,谁受了这种侮辱也不能冷静。 高青海耍起赖皮,完全不想说正经的。 呸,杨红桃照地上蹿跃了一口兔沫。 你这个没人心的家伙,你在外面沾花折草,又来给我脸抹黑。 我问你,你昨晚是不是住在青流村的片头家里了? 高青海恼羞成怒,迎着眉毛,嘴里喷溅着兔沫星子说道, 我知道你们俩做成的活橘子,我不吃这一套,咱们到区委会说去。 说着他不顾杨红桃跟刘秋果的拉扯跌跌撞撞撞地跑了出去。 我正想把问题提到区委会一丈去。 刘秋果也要跟着出去,但是杨红桃拉住了他。 刘书记,让你受这样的冤枉,我真难受。 杨红桃痛苦地说,没什么大姐。 刘秋果拿开他那冰冷的手,我也要到区里去,我要揭穿他这个卑鄙的坏蛋。 杨红桃紧握着拳头,眼里的泪花晶莹发光。 刘秋果没说什么,就骑上车走了,但是走到河边又转了回来。 人肃沉重地对杨红桃说,杨大姐,你不要去,这不好,辛苦你一趟到拖拉机站去告诉我爱人。 这一天,区委会沉浸在神秘的,令人窒息的空气里。 高精海四处浪荡跟这个摇摇耳朵,跟那个拍拍肩膀,又跟所有在家的区委委员做了个别谈话。 大家怀着恐惧而又好奇的心情,等待着夜晚的到来。 黄昏,杨红桃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动身到拖拉机站去。 拖拉机站坐落在运河滩的荒野上,四处是黑压压的丛林,利息栅栏包围着几列红房子。 黑夜,尤其是没有月亮的黑夜,红房子的电灯亮了,就像行驶在运河原野上的一只大船。 杨红桃见到了琉秋果的爱人月英,月英还像个未成年的少女,微微的黑的脸蛋,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长长的,不停的眨动着的睫毛,两条粗粗的辫子甩在背后,穿着一双旧皮鞋。 烫得很平整的旧蓝制服裤子,上绳是退了色的格子衬衫,套着一件花毛衣,他惊讶地把杨红桃让到他的屋里。 他们的房间里非常整洁和明亮,靠后墙是他们夫妇睡的床,铺着一床大花床单,两床碎花的棉被和一对喜切灯枝的软枕头。 临窗有一张书桌,一个装的满满的书架,月英一样杨红桃坐在床边,杨红桃怕坐脏了好漂亮的大花床单,只是靠床边站着,月英便按住他坐下来,笑了笑,就请他谈。 月英眼睛睁得大大的,听着杨红桃的话,他咬紧了那薄薄的嘴唇,微黑的脸蛋,一阵明一阵暗,眼睛被泪水模糊了,真阴险,真卑鄙。 月英激怒地站了起来。 月英同志,你相信? 杨红桃害怕地瞧着这个气怒的小姑娘。 秋果不是那种人,月英看了一眼挂在床头的他们俩的合影,高级海放这个肮脏可耻的烟雾蛋,想遮掩他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真无耻。 月英同志,我对不起你们。 杨红桃哭了。 大姐,这不能怪你。 月英走过来,用热毛巾给他擦脸,可是你为什么不离开高级海呢? 对于这样一个灵魂发臭的人,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月英同志,你是个幸福的人,你不知道我这个受苦受难的人的心呢? 杨红桃抽抽气气地说。 月英束手无策了,他一只手按住杨红桃的肩膀,沉思着凝视着窗外的原野,他忽然搂住杨红桃,说道。 大姐,你才三十五岁,你振作起来吧,一点也不晚。 你应该记住,你是个老党员。 秋果跟我都会帮助你。 好大姐,杨红桃痴呆呆地听着点点头。 对,我记住你的话,说着他便推门跑了出去。 原野上刮起雄尽的风,呼呼地吼叫。 绿栅栏外的白杨树上,一群喜鹊扎沙的羽毛飞起来,盘旋着绕树几遭,又落在枝头。 一股风从杨红桃没有眼识的门缝里钻进来,月鹰打了个冷战,从衣架上抓起一条围巾和一件棉大衣,熄了灯,锁了门,奔跑着到区委会去。 区委会的宿舍都熄灯了。 月鹰打着手电走到里面去。 突然,哗啦啦一声响,像是桌椅被踢翻了,门被撞歪了,高金海狂怒地跳到院里,挥动着胳膊大笑,这叫陷害,我要向县委提出报告的。 他疯了似的跑走了。 会议室里并没有回声,椅子一阵乱响过后,灯熄了,区委委员一个个默默地走出来。 月鹰躲在黑暗的角落里。 最后等大家都出院了,刘秋果才独自一个走出黑洞洞的会议室,站在台阶上一动不动。 秋果! 月鹰扑过来,刘秋果低声地说了一句,你来了,就伸开胳膊,让月鹰给他围上围巾和穿上棉大衣。 走吧! 月鹰心疼地拉住他的袖子走了出去。 在寒冷的风里,月鹰紧紧地围着刘秋果,一声不响地走着,静静地听着他们那合拍的脚步声。 我现在才知道,斗争并不是我入党时所想象的那么浪漫。 刘秋果声音低沉地说,月鹰只是更靠近他,像是要把他的热输送到他的身体里。 不如做助教或当研究生了,那时候想得太美妙,太不现实了。 你? 月鹰抓住他那冰冷僵硬的手指。 不,只是有这么一股逆流在流动,要把他压回去,压回去,斗争并不是那么浪漫。 四,十天后,刘秋果跟高金海接到县委会的电话,要他俩第二天到县里来。 高金海同时还接到一张船票,法院要他明天出席,审理杨洪桃提出的离婚案。 这天下午,高金海忽然不见了,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百丈西村,偷偷地蹲在杨洪桃院后的河岸下面。 一会儿,那群鸭子摇摇摆摆地来了,他嘴里滴滴地叫着,等鸭群下了河,他非常巧妙地抓住两只最肥的,鸭子连叫都没叫出一声,就被他装在自行车袋里,又在河边用两张一脚钱的新票,骗光了一个光屁股小男孩的三只野鸭。 于是他跨上车,过了河,顺着公路往县城去。 高金海进了城,已经是万家灯火了,他到食品公司买了两瓶杏花村分酒,马不停蹄就急忙到城东南角的副县长张振武家去。 这是一个县得很荒凉的大院子,因为张振武有七个哀歇的儿子,这七个宝贝儿子一个比一个矮半头, 一个比一个更顽皮捣蛋。 在集体宿舍里,他们常常打碎玻璃,随地大小便,或是拧开自来水龙头,闹得水流成河,所以不得不在外面租了一个院子,把他们撵了出去。 高金海在门口下了车,掏出手帕擦了擦前额上的汗,喘了口气便用大拇指去按电铃。 谁啊? 一个粗雅的声音问道。 见张县长的。 门栓哗啦一响,大门张开了,一个挽着袖子双手湿漉漉的肥胖的保姆站在门口。 你是干什么的? 这个胖保姆的口气非常盛气凌人。 见张县长。 高金海的态度也相当傲慢。 张县长晚上不会喝。 这位胖保姆显然是要给高金海一个下马威,告诉你,张县长谁都不见也得见我。 高金海指着自己的鼻子卖自豪。 这时,院里正房的竹帘啪哒一声响,一个大喇叭嗓子吆喝道。 马嫂,跟谁吵吵闹闹的呢? 是我,是金海。 高金海连忙抢着回答。 哎呀呀,哪一股香风把你吹来了? 好久不见,看不起我这徒劳上司了,都两个月没等我的门槛了。 随着这大喇叭嗓的声音,一个又高又大挺着突出的大肚子的胖子,拖着一双木鸡走出来。 高金海急忙闪过马嫂,奔上前去。 啪,两个狠狠地握住了手,马嫂吓得赶紧溜到厢房去了。 他俩走进屋里去,张正武一眼看见高金海手中提着的鸭子和酒瓶,哈哈大笑。 好小子,你来行贿了。 看你说的,高金海的脸一下子涨红了,或是顺便带点野味来看你,今晚又要住在你这里,吃饭给饭钱,住店给店钱。 马嫂! 张正武兴奋地高兴叫道,先别洗衣服了,把这几只鸭子瞎造。 李乌花的一声刚刚喂奶睡熟的小儿子被惊醒了。 你把声音放轻点,老婆抱怨道,我早就想吃野鸭子,想着做梦都拔起嘴。 张正武压低嗓门得意地摇摇头,你已经吃过了两大碗饭呢。 他老婆在屋里提醒他,这没关系,要发挥肚皮的积极性嘛,哈哈哈哈。 张正武笑得咳嗽着,那肚皮都抖动起来,屋里的小儿子又被吓醒了。 老婆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哼着催眠曲哄孩子入睡。 三杯热酒下肚,张正武脱掉衬衫,只穿一件背心,乱捂着筷子,一面从嘴里吐出碎骨头,一面打开了花匣子。 不用想逃避责任,毫无疑问的,你犯了个严重的错误。 张正武猛地站起来,在屋里躲起来。 我? 高金海不满地扔下筷子。 别跟我狡辩。 张正武瞪着眼睛威胁道,你必须正视错误,接受教训。 说着他又坐下来,连着吃了几块鸭肉,灌了两盅酒,然后舒舒服服地尝出了一口气。 我该怎么办呢? 高金海有些惊慌。 徐欣接受批评,深刻检讨错误。 张正武打开,抽屉柜,拿出两份打字的台料。 这里一份是刘秋果的报告,一份是你的报告。 你看人家这个大学毕业生,写得文词流利,抠记委婉,有事实,有分析,有批判,有检讨。 萧通扮豆腐一清二白。 再看看你的,胡扯一气,态度蛮横,说什么刘秋果跟你老婆睡过觉,你简直是自己把自己涂抹成一个小丑。 打官司,靠壮指,你是非输不可。 其他的县委委员有什么意见,你知道不知道。 高清海吓得慌了手脚,周书记到省城去了,省委大概是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耍鼻杆子去写长篇小说。 他不在倒是你的幸运,周书记是大学生出身,对知识分子向来都是偏向的。 张正武说到这里,突然把声音拉长了,放慢了。 至于两位副书记大人,虽然跟我一样是你腿子出身,但是对你却一向不大喜欢。 而对刘秋果这个大学毕业生倒是相当的宠爱,这大概是为了沾点知识分子气,好抬高身份吧。 唐县长刚刚到任,什么情况都不大了解,只能随大流,别的县委委员我没跟他们谈过,不过可以肯定整个情况对你非常不利。 我怎么办呢? 高清海现在才感到笼罩在头上的重重阴影。 还是那句话,虚心接受批评,深刻检讨错误。 张正武点了一支烟,用一根火柴提的牙。 你跟刘秋果都将列席会议。 你必须态度谦虚,对你这份强词夺理的报告要加以严厉的自我批评。 你写了什么声明之类的东西没有? 没。 高清海已经明白他写出的那个充满谩骂,要挟言辞的声明大为不妙,心想必须连夜重写。 那就写一个吧。 和和气气,老老实实的。 我将尽量使你不受处分,只提议把你调动一下工作,调到我的身边来搞商业,这是现代化流线型的工作。 我们要学会做买卖。 列宁说的。 张振武洋躺在布满尿剂的沙发上,攀着烟圈。 好,也就写一个吧。 高清海说。 我也要预先通知你,杨红桃对你一直怀恨在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烦咬一口的。 这个女泼皮,我处分她完全是为了维护党的组织纪律的尊严。 张振武不以为然的翘着二郎腿冷笑道。 我真不明白,你当初为什么接管这个圣货。 我让柜,迷了心窍。 高清海搔着头皮,在屋里来回躲着,但是心里却想吞了块铅,沉重得很。 他踩灭了香烟头,打了个哈欠。 天不早了,睡吧。 张振武看了看手表,把烟头一扔说道。 可不是,十二点五十了,早晨六点半还要听政治经济学讲课,又得迟到了。 说着,他又提高嗓子叫道。 马嫂,客房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 屋里孩子又被惊醒,哇哇的嚎起来。 他老婆无可奈何的抱怨道,你把声音放低点。 高清海到客房里锁上房门,把原来的声明书用火柴烧着了,便一只接一只的吸着烟,到后半夜,忽然失信大发。 掏出笔来,扶在桌上,只听一片沙沙摩指声,只写到窗纸发白。 他四肢无力地朝床上一仰,闭上了眼睛,只觉得天旋地转,两眼飞着金星。 一阵阵心惊肉跳,就想呕吐,他恍恍惚惚地似水飞水,忽然被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惊醒。 他睁眼一看,原来是张震武在房檐下大刮舌头,手表的指针早已经过了八点了。 五,琉球火整整失眠一夜。 黎明时,他起一来,便到田野和河边上去,那混合着泥土树木和野花的香味的清新空气,刺激得他的头脑清凉清凉的。 劲人肺腑的尘风,像是一股重重作响的溪流,流过他的发焦的心。 金色的太阳渐渐露出山头,河边的向日葵面向着东方。 刘秋果到达县委会,直奔县委第一副书记陆寒江的办公室。 他走到门外,听见屋里有一个妇人哭哭泣泣的声音,他赶忙收住了脚。 一个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松了紧,党性在他身上渐渐消失,那他就成了一个活着的死人。 祝寒江的声音很严厉,但是也微微流露出一点感伤的味道。 你跟你死去的丈夫都缺少理智,脑袋一发热,做出追悔不及的事来。 她违反党的斗争策略,结果丢了命,你在婚姻上受了骗。 那女人哭得更痛心了,她耿耿叶叶地说,你现在骂我也晚了。 试完了,我后悔当初没有狠狠骂你一顿,陆寒江的声音非常低沉。 我听到你嫁给高金海,能过了很长一段日子,那时候我还没有爱人,而现在已经做了父亲。 离开高金海吧。 不过尽管离了婚,如果你不让过去那勇敢、大胆、粗犷、泼辣的杨红桃复活,仍然是罪生猛死。 我听你的话,除了你肯这样骂我,天下还有谁呢? 那女人抽抽搭搭地说,刘秋果忽然想起杨红桃跟她说过的故事,赶忙拧转身,她刚拐过永路的松墙。 迎面年轻的县委第二副书记于山松。 手里拿着一卷报纸走来了。 老兄,这下子可要三堂会审了。 余山松没等刘秋果打招呼,就笑着跑过来。 你好,刘秋果伸过手去,脸很红的说道,走,到老陆屋去。 余山松亲热地扯着刘秋果的胳膊。 杨红桃正在洗脸,肃寒将皱着眉头洗烟,见他们进来,脸忽然一红。 杨大姐,你来了。 余山松笑道,杨红桃连忙回过头。 那两只眼可真像熟烂的红桃子,他凄苦地一笑。 余书记,你好,我本来想请你练习会议,可惜你还要去打官司。 不然会更彻底地揭穿高精海的本相。 余山松说。 杨红桃把毛巾拧开搭在省上,慌慌张张地说。 余书记,刘书记,老陆,陆书记,我得到法院去了。 陆寒将也跟了出去,到永道松墙外,他低声对杨红桃说。 从法院回来到我家去吧,看看我的孩子,还有我爱人。 杨红桃扭过脸去,咬住嘴唇,含浑地说了一声。 我去,就快不走了。 陆寒将阴郁地回到屋里。 余山松劈头把一张报纸扔给他,看看高精海厚颜无耻地自我吹嘘吧。 陆寒将慢腾腾地把报纸展开了,从头到尾细细地看了一遍,他抬起头问琉球果道。 他这边通讯报道的情况和数字,你们却会审查核对过没有? 没有。 刘秋果痛苦地说。 高精海做事向来不告诉我,我对他也一向和平共处。 在给县委的报告里,我已经提出请求处分。 处分完了怎么办呢? 余山松的嘴角掠过一抹讽刺的效应。 去请助教,去做研究生。 这?刘秋果一惊,你怎么知道我想过? 因为千层篱笆也得透风,余山松的眼光鄙视着他。 想过? 刘秋果低下头,不过自己已经把他否认了。 下午五点钟,杨红桃挺的胸脯第一个从法院里走出来,跟着脸色蜡黄的高精海也走出法院门口。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若过着腰点着了。 忽然看见杨红桃的后影闪进了一家食品店里,便跟踪过去。 只见杨红桃买了一盒点心,又走进百货公司买了一个洋娃娃。 这更引起高精海的猎气心。 他一直隔着几步距离,尾随着杨红桃身后。 直到看见杨红桃走进陆寒江家门口,他才咬着牙,脆了口唾沫,转回身。 高精海回到张正武家听后消息。 六点钟,张正武摇摆着一身肥肉,怒气冲冲的回来了。 怎么样? 高精海走出来,低声问道,给你个严重警告。 张正武脸上像蒙了一层灰。 到底还是给了处分? 高精海沉下脸,不高兴的嘟囔的。 都是于山松闹的。 张正武气愤的叫道,他姓于的有什么了不起? 小白脸,凭着两片子嘴。 看了几本什么辩证唯物论的书,就连升三级,我要向党中央打汇报。 我当过运河的区委书记,他才接我的后任,提拔干部,重财不重资,这回伤老革命者的心。 我的工作呢? 高精海胆怯的问道,分据我的提议,派你去做现供销社的第二副主任。 张正武不耐烦的解开衣服,马嫂,打洗脸水来。 高精海感到很没意思,无聊的坐了一会儿,抓起帽子说道,我走了,再住一天吧。 张正武的脑袋补满肥皂梦,大喊道,但是高精海已经把车推出门槛了。 杨洪桃走进陆寒江家的院里,一个老太太正在做饭,杨洪桃说明来意,被让进屋里。 你是寒江的母亲吗? 杨洪桃问道,对,您。 老太太疑惑地望着这个陌生的女人。 我跟寒江十几年前就认识。 我死去的男人是寒江的老战友。 杨洪桃的眼睛投在白墙的一幅照片上,老太太端坐在中央,怀抱着一个胖胖的男孩,背后站着陆寒江和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人。 那女人剪发,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上身穿的是抱腰的花棉袄,下身是一条蓝泥制服裤,显得那么文静,和蔼可亲。 您的儿媳妇在哪工作? 杨洪桃问道,在小学里当校长,多好的人品啊。 杨洪桃想知道老太太对儿媳的评价,故意引老太太说话。 人品好,心仰更好。 老太太笑着眯着眼,我不是娶来个儿媳妇,是接来个亲闺女,我们寒江过去一直不想结婚。 听说,还是我那儿媳妇主动性强呢。 啊? 杨洪桃的心疼起来,她急忙站起身。 大娘,桥上那张照片有小尺寸的吗? 有,还有一张四寸的。 把她给了我吧。 杨洪桃说,我给孩子买了一盒典型跟一个洋娃娃,您别笑话,我得走了。 你再稍稍等一等吧,六点钟,寒江就会回来,孩子就由他妈顺路从托儿所带回来。 老太太说,不了。 杨洪桃把那张照片揣在怀里跑了出去,一股热啦啦的眼泪模糊了眼睛,她什么也听不清,什么也看不见,像是奔跑在迷雾里。 她到汽车站,正赶上最后的一班车。 车到百张西村站,已经黄昏了,杨洪桃下了车。 金红色的晚霞浓重地涂染着西山的树林,她走到河边,感到很累,于是她在河边的一块银马石上坐下来,弯下腰去,手捧着喝了几口河水。 对岸有两个人靠得紧紧的,沿着河边的小道慢慢地走着,晚霞给田野、树林和河面镀上了一层赤金色。 田野显得更广阔,树林显得更高大,河流的声音更喧响。 从背景,杨洪桃看得出是刘秋果和月鹰,这一定是月鹰到车站接刘秋果。 于是无限惆怅涌上心头,她闭上了眼睛。 怎么,想接我回去再睡一回吗? 一个恶毒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杨洪桃打了个冷战,豁得跳了起来,刘秋果和月鹰的影子已经不见了,前面站着的是高金海。 不要脸! 杨洪桃气得发喘,许久才从胸膛蹦出这句话。 为了你这个臭娘们儿,我送掉了一万钱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高金海恶狠狠地说,我也不会忘记你这个恶魔。 杨洪桃握紧两只拳头,像是在荒原上抗击猛扑上来的恶狼似的,我会看得见你的下场的。 高金海像躲闪熊熊燃烧的野火似的,向后倒退了一步,跌了一屁股泥,爬起来狼狈地骑上车,奔清流村渡口去了。 杨洪桃高傲地站在银马石上,彩色斑斓的晚霞笼罩着他,在他的脚下,是终点,也是开端。 1956年金色的十月。 1961年金色的成立平屙被罢红列尖环性,问题的民营谏